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武帝喜欢微服出访 身着便衣巡视长安交线 他在微服出访时自称平阳侯 只带少数随从 骑马出行 七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汉武帝微服出行时 担任汉武帝的便衣室委 至少在刚刚建立时是如此规定的 最早的七门卫士是在郎柜内部选拔的 但汉武帝很快就把七门做一块特殊的试验田经营起来 他在关东 龙溪 偏水安地 北地上郡 两河等六郡两家子中 开始选拔新的七门卫士 这六个郡都距离长安不远 而且逆来已出优秀骑兵著称 即所谓六郡骑士 汉武帝希望亲自训练七门 培育出一支精锐骑兵 汉武帝如此行事自有其道理 西汉军事制度继承自战国时期的普遍装兵制 每个士林青年都要在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两年 之后转入预备役 在诸侯王国之前以步兵为主的战争中 这样的兵役制度无疑能够提供庞大的兵力补充 但是这样的军队却不适宜与匈奴之间的战争 兵力强大 行动迟缓的步兵集团 尽管无坚不摧 但是却无法在北方的广袤原野上抓住行动快捷 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 在人口稀少粮食全靠长途运输的北方草原作战时 庞大兵力所带来的巨大粮食消耗 则成为比敌军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 审视汉王朝前七十年与匈奴交战的历史 汉武帝认为 汉军必须建立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 这支骑兵部队不仅能像传统的汉族骑兵那样职锐冲奸 而且能够像匈奴人一样长途奔袭大漠猎竹 而七门就将是这支新型骑兵的孵化场与军事学校 何止需要学习队列射攻和刺杀等一般性军事技能的义武兵不同 这种新型骑兵不仅需要精通骑射与格斗 还要学会野外生存 照顾马匹 变相导航 长途追踪等等高级军事技能和指挥技能 因此 七门没有南北军中严格限定的服役期限 他们长期服役 反复打磨自己的军事技能 成为远超普通士兵的职业战士 为了训练七枚骑兵 武帝经常率领他们在野兽出没的山林里 骑马射猎 甚至亲自示范与熊等猛兽搏斗 太初元年 汉武帝又在七门之外 光禄勋属下 新建一支武装力量 建章骑营 建大行离宫 武帝终年以后长期流年于此 建章骑营建立的初衷 就是负责该离宫的警卫 不久 建章骑营改名宇林军 宇林原本是二十八宿之一 属于北方玄武 在中国的古兴象学说中代表军队 宇林军总兵力约二千五百人 宇林军的士族叫宇林郎 首领叫做宇林令 不只叫做宇林城 他们全都是汉兄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子弟 因此又号宇林孤儿 他们从小在军营中长大 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长大后编入宇林军 他们和亲们一样 没有服役的时间限制 长期在军营中服役 和主要在威服出巡中护卫皇帝的亲门不同 宇林军是五帝正式出巡时的正规仪仗队 他们身着华丽的盔甲 首举用牦牛尾装饰起来的大漆 起码行进在皇帝车架之前 为皇帝开路 宇林孤儿是西汉王朝后代烈士子弟的标志 宇林也是由此成为一种延续军事传统 与家族荣誉的象征 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和认可 汉书在五帝太初元年 初至建章迎旗 后更名宇林旗 属光陆轻 又取从军死士之子孙 杨宇林冠交以武兵 号宇林孤儿 宇林军和气门军一样 既是五帝的近卫 又是特殊的军官学校 主席 参与 参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